朋友们,晚上好啊 这期故事呢,特别的离奇 提前告诉大家,这是个故事 但是故事呢,的确也是咱们家听友写给我的 那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是咱们家这个名叫尚总的听友 他说,事是发生在我二叔身上的 这个故事啊,得打尚总的父亲 咱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尚总的爸爸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从农村跑到城市这边 打工啊,做生意啊,摸爬滚打呗 然后把一户人家烙在了城市中的 但是父亲的的确是在城市组建了家庭 并且生下了尚总 家里一家人过得不错 可是父亲的家人们百分之九十以上 还都还在乡下老家呢 那么也就是说尚总每年过年 都得跟爸爸回到乡下过年去 因为得跟家人团聚嘛 所以从小呢,尚总就都习惯了 知道一到了过年 爸爸就会带他回老家 这年过年呢,是九四年 九四年这年尚总正好上小学四年级 结果到了年底下呢 就跟着爸爸回家过年去了 但这年回家过年呢 尚总长大了 尤其是到了四年级这年 变得外向起来了 特别的能跟小孩玩到一块 所以回到村里边之后 没两天就跟村门口的几个小孩 天天在一块玩 而且过年呢 过年时候孩子们得放炮 这农村的炮和城市的炮不一样 农村的大炮整得老么大个的 尚总天天也没个分寸 也不懂 就跟着这帮孩子烂玩 他爸就开始担心起来了 他爸就几次说他 哎,那炮不能这样放啊 这农村的炮可跟城里不一样 这炮都能炸石头 可是尚总不懂 还见天烂闹 结果他爸一看这不行了 天天就让尚总的二叔盯着尚总 他爸跟二叔说 那个什么你看点他 我这天天跑东跑西的 这边也忙,那边也忙 你帮我多看点,盯点他 之后呢 二叔就没事跟着尚总在一块待着 二叔呢 特别听他爸的话 因为二叔那会儿呢 也算是逐渐的长大了 年龄岁数大了嘛 也想到城里边去 所以一直呢 就想跟着哥哥混 所以哥哥吩咐的事呢 二叔特别上心 天天呢 就跟在尚总边上 结果呢 有这么一天 二叔一看他们这几个小孩呢 在那胡打乱闹 不听话 然后就把他们喊到旁边的一个小石头边上 说给他们讲故事 二叔没什么文化 他不会讲故事 他讲的故事 都是他自己身上听来的事 或者一些经历 讲着讲着 一开始讲的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再到了后边 就扯到这鬼故事上 结果没曾想啊 这故事当时把尚总给听惊着了 城里孩子 没听过这东西 人家农村小孩听完了不当事 可是这事一下把尚总给出动大了 弄得尚总接下来是满村问人家这件事 问人家 哎 我二叔跟我说 说前日的村里边你们这冒篮火是真的吗 好吗 结果尚总这么一打听啊 村里人全说 是真的 而且村里好多人都看见了 这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九三年的秋天 九三年的秋天啊 二叔呢 当时给一个姓吴的这么护人家 给他们家帮忙干活 这个干活是干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是有农村生活的都知道 农村一到了秋收 尤其又是山东北方这边的农村 那地啊 一种那种的是一望无际 这个种地容易 收地可就难了 赶等到秋收的时候 那就是比看谁家孩子多 比如你们家八个儿子 很容易这地就收完了 但你说你们家就一个儿子 我告诉你 你就只能眼瞧着这些好了的庄稼 你没时间收 这半截可别下了雨 或者别出了事 出了事 这庄稿机就能把他打 Sophia 对我看起来的 的少 但是种地种的又特别多 所以每年一到收成的时候 人家只要是忙活完了 这老吴家都会雇人 雇这村里边的一些年轻人呢 帮着他收地 管吃管喝 然后分你的一些粮食 那九三年这年呢 二叔自然呢 就是给老吴家就得干活了 每年他都雇人 都形成习惯了 二叔打十六七就给他们家忙活 结果这一年呢 老吴家娶来的新媳妇 就是他儿子娶来的老婆 他老婆当时怀孕了 出去帮不了忙 只能在家干嘛呢 给这帮工人们做饭 头三天做的还好 可是到了第四天 二叔说大概是晚上六点多钟 天黑了 我们就回老吴家院里吃饭去 结果到了老吴家院里边 本来每天晚上应该饭桌都摆好了 我们过去吃就行了 可是到了他那之后呢 他这院里边是空空如也 没有饭 当时我们干活的七八个人呢 那肯定不高兴啊 就得问呢 哎 饭呢 吃什么呢 可是这老吴头呢 就从里边出来了 出来完之后就给大家伙解释 那个 不是不是 那今儿做不了饭了 大家伙一听着 怎么做不了饭呢 那我们吃什么呢 对不对 干了一天了 累成这样了 老吴头告诉大家伙说 刚才家里边招了鬼了 把儿媳妇吓着了 现在儿媳妇在屋里边躺着了 饭做不了了 而且看着什么情况 如果她情况不好 我们得把她送医院 说实话啊 你要说儿媳妇生病了 不舒服 二叔他们没事 不会有事的 但是你说家里边招了鬼了 把儿媳妇吓着了 立马这几个干活的工人 就觉得老吴头在扯词边下话 这人不实在 指定是在这扯词 不愿意给我们弄饭 一下子这几个工人就不开心了 再加上平时啊 这老吴头挺鸡贼的 挺聪明的 这人肯定不是说正常的农民 口碑不是说太好 所以大家伙一下 在他们家院里边就哄哄起来了 哎呦老吴头啊 闹鬼了是吗 你把鬼叫出来给我们看看 你不胡说吗 怎么还有鬼呢 你儿媳妇在哪了 吓成什么样了 你给我们瞧瞧 那说实话 咱站在老吴头的角度 他儿媳妇是真瞎着了 在屋里躺着了 能带着几个大伙子 上屋里看他儿媳妇去吗 来来你们跟我看 进来参观我儿媳妇躺在屋里了 那不合适啊 老吴头就告他们 在屋里歇着了 真闹了鬼了 没法做饭 那这几个人就更不相信了 就开始逼老吴头 那你给我们讲讲 闹什么鬼了 这大白天的还能有鬼什么 什么时候来的 然后老吴头告诉他们说 就四点多五点多吧 家里飘来四个蓝火 在天上飞 然后我儿媳妇正坐着饭了 就把他给吓着了 朋友们啊 这农村人他没文化 尤其又是那个年代 老吴头岁数老大的了 不是年轻人 讲故事讲不清 你要是我这嘴 我给他们讲 他们害怕了 真闹鬼了 老吴头呢 就有一搭没一搭的 把这故事这么一说 把这事一说 说完之后 这几个年轻人不听着一套啊 这老东西骗人 胡说八道 我们不管 你给我弄个饭 老吴头一看 这想不住了 不行了 怎么办呢 就叫老婆子 叫他媳妇 俩人呢 就坑着别嘟的 跑到厨房里边 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 就是不太高兴 给这几个人就做饭去了 那老头做的饭好吃不了 可不是人吃的 但是这几个人就叫上进了 意思是我就不回家吃饭去 你答应我了 在你家吃饭 我们等到七点 我也等你们做 反正你得把这饭给我做出来 然后后边啊 挺不愉快的 老吴头呢 嘴也没闲着 就那意思是说 你们不懂人事 家里出了这事的 你还逼我做饭 你们还不走 但是老吴头也没折 还是这么把饭给做下来 做完之后 大概可能就得七点半了 七点半几个人呢 就在老吴头家里边院里吃饭 当时天就已经黑了 而且那年代呢 不是说现在 灯啊 死出灯火通明的 那年代啊 院里边就一盏小灯 照着这么点小光链 下边放了个大长桌子 摆满了菜 他们坐在这吃 一边吃着 嘴里边也没闲着 就相互再说 边想话都边出花来 不愿意做饭 说是他妈闹鬼 可是几个人正在灯链上 这一边吃着一边说着 说着说着 就打远处从门外边 飘来四盏蓝火来 这当时二叔是背对着门外的 没瞧见 正对着门外这哥们 刚才还跟二叔他们正对着说着话了 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哎哟 快快快回头 你看 看那是什么呀 二叔说立马他们就回头了 回头一抬头 只看半空中 飘着四朵蓝光 我给您细描一下 这蓝光什么样啊 啊 您千万不要认为 是四个那个 咱们电视上演的科幻片里那激光 人家听友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四朵蓝光啊 是人形的 不是说四个小蓝火球 然后呢 多大个呢 大概有这么二十多公分左右 但是很明显 像是四个冒着光的小蓝人 就在天上这么荒谬着 然后四个人呢 一会儿摆成一字形横着 一会儿分为四点 就是上边俩下边俩 并排这么拜着 然后就在天上这么来回来去的荒谬 围着他们这个院子里开始转 顿时间这院子就乱了套了 正在这吃饭的这四个人吓得哟 马上就开始往屋里边躲 那这老乌头不用说了 他也得躲到屋里边去 可是二叔说躲进屋里之后 这老乌头那嘴就没弯子在那嘚嘚 瞅不见了吧 我儿媳妇没骗你们吧 看见了吗 来了吧 这就是鬼 是不是闹鬼了 给二叔他们当时气的呀 转头就告诉老乌头 行啊 您别说了 我们知道了 别说了 别把他招进来 可是没用啊 这会儿为时已晚 那拦火明显就是要朝他们屋子里边开始飞了 那这当时可就没处躲了呀 对不对啊 没地儿去了 您总不能跳窗户跑吧 可是这拦火真的就朝他们屋子里飞过来了 可就在这姑娘啊 二叔他们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这只听见他们家西屋那边 哐哐哐的从里边跑出来一个人 脚啊踩在地上啪啪啪踩得特别响 跺着脚跑出来的 大家伙就朝西屋看去了 再一看谁呀 老乌头的儿媳妇从床上跳下来跑出来了 并且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他儿媳妇没怎么穿着衣服 当然不是说完全光着的 就是没穿内衣 蹬了蹬蹬的 笑笑背心什么的 老乌头一看这个 怎么回事啊 还有您别忘了老乌头的儿子也在场呢 马上老乌头就让他儿子 快快快给他弄回去 怎么了这是 等于屋里这一下就乱了套了 他儿子一看这个 自个儿媳妇这么出来了 这这这哪行啊 对不对 马上上去就抱他媳妇去 可是 儿子刚走到他媳妇旁边 手还没伸过去 还没碰着他媳妇 蹬的一下 就把他儿子反过来 就给弹到一边上去 他儿子当时顿时就摔了个大跟头 直接就床在他们家客厅地面上 大家伙就懵了 哎呦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可等大家伙还没啊 弄明白了 只见他这儿媳妇 哼 老祖我久修深山 这片地儿归我管 我这儿现在这些天正在忙活着 你们是搭哪儿来的货呀 上我这儿的地板上捣乱来 他儿媳妇当时啊 声音都变了调了 平时他儿媳妇说话不是这声音的 一下子变成男的 而且呢 根本不怕外面那四盏蓝火 当时他儿媳妇就是冲着外面 天空上四盏蓝火这么大喊的 大家伙一看懵了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可是没有一个人再敢上前的 并且他老公刚才被他那一下震的特别的严重啊 躺在地上 哎呦 哎呦 疼得已经不行了 那众人这会儿肯定害怕了呀 就得往边闪了 一下子就把这大门给闪开了 闪开完之后 他儿媳妇根本不管这一套 也不理会众人 伸手把门开开 直接就跳到院子去了 到了院子里啊 就是刚才我学的这一出 就开始跟这四个东西开始对骂 这骂的东西啊 我就不给您挨个儿学了 因为有违规内容 咱听有实际上人家都写清楚了 但是总之核心是什么呢 他就一直在外边跟这四个蓝火指着天这么骂 闹了可能得有十多分钟吧 大家伙没一个敢出去的 但是闹着闹着 哎呦 那四个玩儿好像被他给震住了 四个人聚拢在天空中 呃 往一块开始聚 聚了没有一会儿 一下子又分开了 分开完之后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 转头 这四个蓝火就照着远处山坡的那边飘走了 当时啊 二叔说看着他们越飘越远 越飘越远 逐渐的我们就看不清楚了 等于一直把注意力就放在这蓝火上 可就在这时候 那蓝火飘走了还没一两分钟了 站在大院正中间 刚才还活蹦烂跳他这儿媳妇 咣当一下 一个僵尸倒 直接砰 就倒在地面上了 二叔说那一下摔得可够重的 我当时都听见后脑壳磕在地上的声音了 亏了是我们农村的土地啊 要是水泥地 可麻烦了呀 那这接下来不用说了呀 马上这吴老头吴老太太 还有他儿子得跑出去 砍他儿媳妇去 他儿子当时最激动了 出现 怎么回事啊 你这怎么办呢 掐人中吧 可是没掐两下人中 他儿媳妇还醒过来 但是醒过来之后 你要问他刚才发生所有的事情 他一概不知 不清楚 那顿时间 这些人瞬间就明白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了 马上在场 所有的人全傻了 包括二叔他们啊 都傻眼了 不敢说话了 现在还怪人家 人家家不做饭吗 不能怪人家了 自己错了 但吴老头这会儿 得理不着人呢 就在这儿闹啊 就怪你们啊 非在这儿闹腾 看见了吗 来了吗 我是媳妇没骗你们吗 嘴里边就不停地在那嘟嘟 那听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了 这老吴头不会做人 是不是不会做人呢 你这会儿不停地嘟嘟 你这不是给这几个人扯词跑吗 您明白这里边的人情世故吗 这几个人本来就想跑的 而且他心里边不是对老吴头没建议 知道误会人家了 但是你不能乘胜追击 在这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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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给人家这是扯词找理的 结果呢 二叔他们几个人里边有一个小子就闹下来了 哎呀行啊 老吴头你嘟嘟什么呀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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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事了 事怪我们我们误会你了 你也不能没完呢 走了走了大伙散了 别在他们家待着他们家闹鬼 好嘛 这小子这词扯得可漂亮 一下子二叔他们几个人 就奔院外边出去了 等于给老乌头一家人 就扔院里不管了 后边万一那四个懒伙再来了 或者再发生什么事 跟二叔他们就没关系了 但是那必定都是一个村的 你拖不开的 对不对 几个人回到家里之后 还没隔了二十分钟了 村里边就敲起大锣来了 然后全村人就全聚到老乌家去了 接下来就是村里边商量 这事怎么办呢 因为他儿媳妇这会儿人还不行了 特别虚弱都说不了话 大家伙就一并商量到底怎么着 这到底是咱们村里招了什么事了 这不会给村里带来什么危险吧 直接当天晚上 等于就开启大会了 结果呢 这开着会大家就讨论了 怎么回事这是 然后村里三老四少都到了 就有那岁数特别大的老头 九十多岁了 就在那说 那个 咱们村里后边的那耀子山 那个山以前不叫耀子山 小时候 我忘了叫什么了 特别吓人的名字 据说那山里边闹精怪 咱们村人都不敢上那后边去啊 但是后边好像有人说是打灌外 来了个老仙家 就停在咱们那山里边了 后边那山就消停了 你看在耀子山上有座破庙了吗 那庙说是土地庙 其实那不是土地庙 那是解放后改的 在之前呢 那是个老仙的庙啊 你们要是信我的呀 刚才你们说的这事 我听明白了 咱把那庙啊 明儿修修去吧 我感觉应该就是这老仙啊 旧的老吴家 那这当时大伙开会的一听 老头说的有道理啊 再加上不是他一个老头这么说 旁边几个老头老太太 岁数特别大的 都说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打这天这事之后 大队转过天来 就决定叫了四五个人 给钱啊 不是不给钱 去把那庙翻修了去 后边没出十多天 就把那庙修了 修完之后 好多人就都说了 说这周边呢 什么灌什么四都不灵 唯独到那庙里边 求生点什么去 求生完了特别灵 但是那庙啊 贡品要的旺 什么叫要的旺啊 就是你当时求什么事去 你得带只鸡 得带吃的 因为据当时 他们村里边瞎传的 说那老仙喜欢这些东西呢 当时咱们大哥 您别忘了 他是听他二叔讲的呀 马上就好奇了呀 叔啊 那庙在哪啊 二叔当时就给他们指啊 来来来 过来过来 跟我上这边来 站这土坡去 往上看 看到了吗 看那 那就是这庙 咱们大哥他不是本村的呀 他不知道啊 他就指着往上那个方向那瞧 然后就问旁边小孩 哎 我叔说的这是真的吗 你们知道这事吗 小孩们全都点头说知道 但是小孩们具体情况他不了解 因为他不在现场 二叔当时可是在现场的 所以呢 咱们这大哥就对这事产生无比的好奇了 他说打这天开始啊 我什么都不干了 天天摸我爸 让我爸带我去这庙 结果赶到大年初四这天 给我爸摸击了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啊 你有病什么 你相信他们农村说那胡说八道那话 那都骗人的 不去不去不去 这一下 咱大哥就不敢问了 但是 后边过完年回到家里边 他说 我就敢这么跟你说 我就对这事好奇到什么地步呢 每年跟我爸回村里 我都想看那庙去 可是我爸就不带我去 然后是每年我都缠着我二叔 让我二叔把这故事从头讲当一遍 所以 我才能说得这么清楚的 这事啊 我是足足好奇了 得有七八年 朋友们好 咱们今天晚上又给大家带新故事来了 这期故事首先咱先感谢一下 咱们家这个名叫多多的朋友 他说的这个故事啊 是发生在他上大学的时候的 而且多多大学毕业看样子 也没有多少年 他说应该是在一二年左右的 但是由于多多写的这故事 他没说清他是一二年毕业 还是一二年入学的 所以我呢就有点懵了 不过多多描述的这个故事 包括他大学里的情况 那是非常详细的 这个事情啊 是发生在多多刚上大学这年的时候 多多呢 由于从小学习不是太好 考学 他说我几乎就不抱太大希望 但是呢必定也是个高中生 您说完全没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一线考不上 二线考不上 三线考不上 四线也考不上 我实在不行 我上个民办就得了 最终呢 多多的考学成绩下来之后 发现其实还过得去 所以就上了这么一个三流的大学 但是这大学上进去之后啊 他说别看学校不是说什么名牌大学 但是我的命好 正赶上我们这学校 在盖新楼 也就是说在之前 这学校就是挂靠在一个 正规大学里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 网络学院呢 或者是什么民办学院 但是呢 由于这些年生意做的不错 学校慢慢的起来了 自己呢 找政府披了地 开始建设大楼了 所以我们呢 是搬到新校区里的第一届 等于第一届试验的学生 那么我当时来到我们这个学校 等于就是不在这老校区上课 来到学校就进了新校区 进去之后 说实话 非常满意 学校里边有足球场 篮球场 弄的规模好大好大的 并且呢 学校里边是多元化结合的 不只是我们这一所大学 好像里边好像还有高中 在我们这学校里边租房子 也就是说大家知道 我这学校里边挺乱的 但是这些不是关键的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我来到这学校里边 发现学校哪哪建的都不错 但唯独有这么一个桩教学楼 是空的 而且这桩教学楼 并不是大家理解的 楼是空的 里边装修比较完整 不是的 而是整间学校都已经建设完成了 但唯独这间教学楼 是个烂尾楼 这个烂尾楼非常的明显 而且学校不是不知道 知道它是影响学校整体建筑风格的 所以说学校呢当时出了一个特损的招 其实好多城市有的都这么做 就是拿那种巨大的那叫PVC布是吧 印上了这么一个大楼的样子 是活脱的贴在这大楼的外延上面 从外边看呢 离老远的您看不出来 离近了走近一看 我的妈呀 这楼整个是拿一个大布包上的 这布上喷的是一个特别漂亮楼的画 其实有些城市啊 好多都这么干 尤其是咱们营奥运那会儿啊 营奥运那会儿呢 咱们中国得要形象 但是来不及建设了 而且投资巨大 怎么办呢 就使用了这些办法 但是你说这学校里边这么搞 我就有点不理解了 所以说进到学校里边之后 我是特别注意这个楼 这楼怎么回事啊 怎么呢 照了个大布搁上面 而且打的那个画啊 那楼像是个大写字楼 跟学校里边是格格不入 我们学校里边像法师建筑 当时呢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是来这上课的 我管它建成什么样了呢 所以说我就平平常常的 没发生什么事 就这么入学上课了 这自打入学上课之后 分配了宿舍 但是逐渐的 在南生宿舍里边 慢慢混熟了 我逐渐这才得知了一个消息 因为有一些本地的学生 一直在传 说咱们这个学校 在盖学校的时候 闹鬼了 而且吓走了两拨工人 当时把学校弄得 是没辙没辙的 所以导致延误了工程 并且呢 闹鬼的地界 就是那庄烂尾的大教学楼 所以那庄教学楼到现在 在咱们这个城市 已经都出了名了 施工队 你是给多少钱也没人干 本身这城市就不是很大 一共就这么七八个 干土建施工的 人家都知道 这栋楼闹鬼 所以没人再接这活了 学校没招啊 得开业啊 所以没办法 这才出此下策 打了这么一间大楼 用大布这么盖在上面 显着看着 像是建设完成了 当时我听到这消息 说实话啊 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打小 我也没经历过这些事情 根本就没把这事 放在心上 但是这接下来 接下来有好多同学 就把这件事 议论的特别严重 说的神乎其神的 我基本上不听 说实话 我不是因为胆小不听 我是因为胆大不听 什么外人说的 什么盖大楼闹鬼啊 这不胡说八道吗 但是再接下来 直至我在这学校 上了两个多月了 有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 我从食堂 跟着两个 不是我们宿舍的同学 吃完饭 刚刚推门回到宿舍 这进到宿舍里边 坐那还没三分钟了 忽然间 就我们班那个宿舍的大门 咚就让人给推开了 推开完之后 只见我们宿舍的那个大哥 跑进来了 就比我们大量接那个大哥 进来之后就告诉我们说 哎哎哎 干嘛了 那个赶快下楼 咱们去那鬼叫学楼那边 那叫学楼闹鬼了 好多人都在那边看的 当时我们一听 啊 什么闹鬼了 就是鬼叫学楼那边 哎呀 别说了 快走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宿舍包括我在内 只有一个同学死活不去 这同学 比较爱玩游戏 就在这打游戏了 剩下我们几个人 就跟着他下楼去了 到了楼下 走到这教学楼 离着老远的 就看见教学楼门口啊 乌央乌央的一大片人 可能得有二三十个 都围在这教学楼的大门口 那个大石尖的走梯位置 没有一个敢上去 但是都在指着那个走梯 好像走梯上发生什么了 我们当时大老远一看就好奇啊 也急此白脸的赶了过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就只见有几个同学 指着地上 我们望着地上这么一瞧 就看地上啊 有一排脚印 这脚印非常明显 是踩了那种厚厚的脏泥 然后踩在地面上 霸子出来的脚印 脚印直直的 冲着大楼的里边走去了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脚印 它不正常 我跟您说 咱们正常人的脚印 不是长的吗 得有鞋底对吧 但这个脚印它不对 这脚印啊 明显这人没穿着鞋 所以地上的脚印呢 全部是由五个脚趾 和前脚掌形成的 大家注意啊 是前脚掌 没有后半部分 脚印看不见后脚根 非常明显 这脚印 是立着脚尖在走路的 这正常人立着脚尖 走上几步能理解 但很明显这脚印 这十几节的台阶 全是立着上去的 并且越走到上边 还变得越清晰 因为台阶下边 没有遮雨的沙子 每天早晨起来的露水啊 把下边的那些脚印 都给冲得不清晰了 但是到了台的上面就不同了 它有遮雨的沙子 脚印是逐渐的越来越清楚 这脚印非常明显 不但它是个男的 而且还得是立着脚尖 走到了男的 而且脚印非常非常的大 看样子脚 得在四十三号到四十四号以上的 大家伙围在这边上就议论纷纷 哟 看 你说谁他妈这样走到 这肯定是鬼啊 这不闹鬼了吗 但是旁边就有人说了 胡说 鬼不可能有脚印 这不定是哪个同学捣乱 诚心弄的 不不不 鬼也不是说没有脚印 看它沾上的是什么泥 如果沾上的是三颤和的阴阳泥的话 它是能显示出脚印的 就跟那拿阴阳水泼鬼 鬼能现行似的 当然了 这都是旁边同学们胡说 说什么的都有 好多都是看电影看的 好多也是自己想的 顿时间大家是议论纷纷 可是在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敢走进到这教学楼的 由于这教学楼里边 第一是施工 处于一半阶段就停工了 非常的危险 第二 此时天已经黑了 谁敢进去啊 我们当时在边上看着这些脚印 说实话 我起初不拿这个石当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胡说八道 但当我真的看见这脚印之后 说实话 我心里也有点毛 因为您没在现场 您没看见这脚印是什么样子的 我一看到这脚印 这脚印就带着一股血迹 这总感觉 不像是人流下来的 所以从这天晚上 我就不再像之前了 对教学楼闹鬼的这件事 一直不放在心上 这天晚上我也跟着大家伙讨论起来了 你们说 那脚印真的是鬼流下来的吗 哎呀 越看着越邪门 谁这样走道 然后这天晚上 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 足足讨论到了三点多 甚至有几个小伙伴 把好多自己身上遇到的事 全都给讲出来了 这晚我们租车变成鬼故事大会了 当然了 有几个是我同学分享的故事 回来我还会提供给咱们鬼语怪谈这档节目的 但是今天咱接着继续讲这个 那这天这事情也就只能这样了 没招 分析不出来个什么里根儿能来 只能是看见了那一排脚印 后边热闹了几天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 但是逐渐的也就没人再说了 再加上我们这所学校不是那种名牌正规大学 老师管不了学生 虽然老师叔不让大家说这个 谁听你的 都是付了高价学费进来的 谁怕谁 不行你给我开了 明天我就换个学校 但是你得退我钱 我们学校里边就真的都是这个态度的 所以说闹腾了几天 没闹开 这个脚印的事就又过去了 直至到这事过去了 上半学期都结束了 我把这事都完全忘在脑后 然后就是到了下半学期 这下半学期的时候 我从家里边都已经放完一个架了 回来之后到学校上下半学期 刚刚开了学 开学没有这么十多天 我是万没有想到 我撞上邪门的东西了 我撞上这东西 当时把我吓得我在学校里边发烧了三天 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都会在告诫自己 如果我再不退烧 没办法 我真的就得通知我爸我妈了 我这人呢 喜欢有什么事自己顶下来 不太想让爸爸妈担心 但是您不知道 我发烧那几天 尤其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我都出患觉了 不过后边在同学的照顾下 我的病好了 那您知道 我是让什么东西 给下发烧的吗 我被吓烧的这天晚上 是我放完假回来 下半学期 最多上课上了有三周左右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星期二的晚上 这天星期二晚上 我从食堂吃完饭也就五点半左右 休息了一会儿 我就奔篮球场打篮球去了 这篮球打到了大概九点半左右 灯光篮球场呢就开始轰人了 不让学生们打了 因为夜里边打篮球炒嘛 所以我应该是九点半左右 离开篮球场的 离开了篮球场以后 我当时是一个人救我自己 我呢就准备走到学校 还没到门口呢 有个小卖部 我到那小卖部 想买个可乐 买个雪糕吃去 当时打篮球特别热 我呢刚刚走到小卖部一半的时候 当时是要路过学校的那幢鬼楼的 到了鬼楼门口呢 我把鬼楼闹鬼的事完全忘在脑后 没想这么多 我还吹着口哨往里边瞧 哎呀 我照着鬼楼这么一瞧 一只白色的小狗 在鬼楼的那个石台在上面待着 嘿呀 学校里边怎么还有小狗呢 这要是在大街上 我一点都不新鲜 但是在学校里边见着小狗 好玩啊 我当时什么都没顾忌 就过去逗这小狗去 可是我刚接近那小狗 还距离它有好多米了 那小狗转头呲 钻到鬼楼里边去了 我这会儿稍微有点害怕了 哎 再一琢磨 这鬼楼里边闹鬼 算了吧 别往里边去了 可是这会儿已经来不及了 我人已经上到鬼楼 往上上的那个石尖上了 然后当我转头 就要往回离开的时候 忽然就听见这鬼楼大门里边 有人喊我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大门不是说咱们理解的那种玻璃大门 不是的 就是外边罩着鬼楼的那层大瀑布 那瀑布里边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明显里边有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叫我 小伙子 小伙 来 你帮个忙行吗 一听这声音就是个老头子 本地人 因为我是南方人 他们北方人说话 我是能听得出来的 一听就是本地北方人 我顿时间厚鸡鸟 嗖的一下 就凉起来了 啊 谁啊 小伙子 我在这里边出不去了 帮个忙行吗 大学生吗 对不对 都热血青年 老爷子说 在鬼楼里边出不去了 我再害怕 我也得看一眼 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硬着头皮 尽量的靠到鬼楼的另一侧 就是台阶的另一侧 想从这挡着鬼楼大门的那个大布的缝隙里边看看 这里边到底是人是鬼呢 我呢 往左边画了个半圆 倒了几步 就从这缝隙里边看到鬼楼里边 跟我说话的是个老爷子 这老爷子大概的岁数 有个六七十岁 这身上穿着一身七八十年代的那种全靠蓝色的工装 穿的特别板僧 特别干净 站在这鬼楼里边 但是有一个地界 特别齐眼 这老爷子上身穿的特别干净 特别板僧 可是脚底下 是光着脚的 我当时看的比较仔细 再加上那大白脚丫子特别明显 所以一眼就看见了 哟 爷爷 您怎么没穿鞋呢 我这会儿把一切事都忘在脑后了 就光顾着这老头了 而且这老头长的面相特别慈祥 我就没觉得有什么事 所以我呢就跟他对上话了 然后一边说着话呢 我就伸手不自然的 把这帘子给撩开了一点 人就跨进鬼楼半步了 探尽半个身子继续跟老爷子对话 爷爷 这怎么没穿鞋 怎么回事您是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然后这话说完之后 老爷子就对着我笑了一下 但是没说话 我就继续问他怎么了 然后老爷子沉了好几秒 站在原地上 我当时都有点尴尬了 怎么了 爷爷您这儿 然后老爷子这儿才回答我说 小伙子 你啊 进来一下 你看 我这儿有个东西 你帮我把它拉出来 要不然呢 我离不开这儿 我当时真的脑子是空的 虽然害怕 但没想这么多 因为谁也想不到 这么一个健健康康 穿得也干干净净的老头 他会是什么东西 我就非常自然的 就走进这教学楼里了 进去之后 老爷子跟我距离 七八米吧 没走个几步 就跟老爷子离得比较近了 我就问他 什么东西啊 爷爷 就是这儿 你看 我呢 就朝着老爷子 指着方向望去 只见地下是一块大石板 石板旁边 一大堆破杂物 这石板里边 有根大麻绳子 这大麻绳子 露出一个绳子头来 绳子头露得挺长的 而且麻绳特别粗 我就跟老头说 爷爷 您说的是这个吗 这怎么了 把您缠住了是吗 是 你帮我把它蹬出来行吗 我拉不动 那当时这情况都僵在这儿了 您说换做谁 谁不管呢 再加上学校门口啊 还人来人往过人呢 不是说就我一个人 而且外边路灯特别亮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漆黑椰片 我呢 也并不是说多么的害怕 再加上跟老爷子离近之后啊 这就是个正常人 只是光着脚丫子 所以他让我拉那绳子 我就觉得应该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青少年怪老爷子的本分 我就走过去了 伸手就帮这老爷子 拉这绳子头 结果时间这么矮了 哎呦 压得还挺紧 我呢就说 那爷 这玩儿压得还挺紧 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看他没缠上您呢 哎不 这玩儿缠了我好久了 你受累吧 帮我拽出来 我当时就拼尽全力了 呦 蹭的一下 差点把我来个后马趴 差点痒过去 但是这绳子 哗的一下 让我从里边给拽出来了 拽出来之后 只见这绳子大概有多长呢 应该有半了跳绳这么长 一米多到两米吧 但是绳子的另外一头 就是我从土里拽出来的这头 是个继承圆圈状的 我当时看见这绳子的形状 我就觉得不对了 爷爷 这是干什么用的 可是我问完老头这句话 他根本没有正面的回答我 只是开始站在原地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太谢谢你了 可能动了 多少年了 这玩儿拴着我 谢谢你小伙子 但是 老爷子跟你说个事 你啊 这帮了我了之后啊 你可能身体会不好 那我这实在是对不住你了 我也帮不了你神嘛 但是你放心 不会有大事的 你缓个三五天呢 就会好了 当时这老头跟我说完这话 我心里疼了一下 这也算是我第一下感觉到真正害怕了 爷爷 我 我怎么了 怎么会身体不好呢 哎呀 孩子 我 我怎么跟你说呀 啊 你算了吧 你走吧 啊 爷爷再谢谢你了 说完之后老头给我框举了个弓 这会儿我感觉不对了 见好就收吧 算了吧 貌似我被他忽悠了 转头我就从这教学楼走出去了 出去完了之后 一路上我也没去小卖部 全身就开始打哆嗦 然后直接就奔着我们宿舍 回到宿舍去了 进了宿舍脸色发青 这同学们一看就知道我是遇上什么事了 怎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地血糖了是吗 不是 我好像遇上鬼了 什么 怎么遇上鬼了 劈了啪啦 劈了啪啦 我就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的讲给他们了 这其中在座的一个同学 听完我讲的这个事反应是最大的 啪一拍大腿 哎呀 你好像真遇上鬼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这电影里边演的就是吊死鬼 这吊死的鬼是立着脚尖走道的 而且这吊死的人死了之后 都是不能穿着鞋子的 而且要是这么一琢磨 听你刚才遇到的这事 那一定和上学期 那扮了脚印有关系啊 我明白了 要不这老头说他谢谢你呢 等于是施工的时候 不知道这之前是干什么的 肯定是把老头上吊的那根绳子 给压在施工的地基 或者压在施工的什么废料里边了 老爷子就一直困在这里边走不了 要不他给你鞠躬呢 等于是你 把他给救了 我同学说完这些话 其实说实话 并不是他给我解答了这一切 我早就心里有数了 电影谁没看过呀 好多电影里边都是这么演的 只是我同学不说 我呢也就不去面对 但同学给我掰开揉碎了 这么一讲 我怂了 所以当天晚上就像咱前情说的 当晚我就发气烧来了 转过天来 这宿舍的几个同学对我真是照顾 虽然我发气烧来 但是同学们都说不用去医院 看看两三天 实在不行再去医院 再加上我这烧啊 就是当晚发的高 后边就是低烧 身体不舒服 等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自己就给好了 但是从这之后 我再也不去接近那教学楼了 但是我同学们都说没事 因为那个老爷子应该已经被我给放走了 好了 小伙伴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我当时听完这故事 我就跟咱听友说 你这个得找你们学校要钱去 至少找他要个十万八万的 等于是我给你们这个学校 把这麻烦的事解决了 学校当初盖楼的时候 好多工人说这里边闹鬼 还不定出过什么些事 您琢磨琢磨啊 老爷子在这压着 绳子找不着 不定之前这楼是干什么的 给人家没清理好 就在上面硬盖 那能让你盖下去吗 是不是 这个道理 得了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和收听 朋友们 咱们明天晚上再见